巴异冲突几十年来,循环往复,一代代巴勒斯坦人民失去家园,在占领之下颠沛流离,是当今世界不断撕裂,持续流血的伤口。 独立建国是巴勒斯坦人民的长期夙愿,正式加入联合国是这一历史进程中的关键一步。 巴勒斯坦应该享有与以色列同等的地位,巴勒斯坦人民应该享有与以色列人民同等的权利。 支持和推进巴勒斯坦独立建国进程,为落实两国方案,实现中东持久和平,提供有利保障,是国际社会的共同责任。 令人遗憾的是,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申请,于4月18日被美国在安理会无情否决。 美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一再行使否决权,无理阻挠国际社会为解决巴勒斯坦长期遭受历史不公所做出的努力,不符合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 今天,紧急特别联大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重申巴勒斯坦人民拥有包括独立建国在内的自决权,确认巴勒斯坦国符合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资格, 建议安理会重新积极审议巴勒斯坦加入联合国的申请,中方欢迎这一历史性的决议。 这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人心所向,中方参加了这项决议的供提。 中国支持安理会根据联大决议的要求,尽快重新审议巴勒斯坦国的申请,期待有关国家对此不要再继续拖延设置障碍。 主席,今天通过的决议对巴勒斯坦国参与联合国活动和有关会议做出进一步安排,赋予巴勒斯坦国新的权利和特权。 我们理解,这些是在无可奈何别无选择的情况下的特殊安排,是对巴勒斯坦长期遭受历史不公的补救,是对美国滥用否决权的纠偏。 我们认为,在联合国宪章允许的范围内做出这些特殊安排,有助于让国际社会更充分地听取巴勒斯坦的呼声。 有助于巴勒斯坦,在相对平等的地位上,同以色列进行对话和谈判。 决议明确,有关安排属于例外,不构成先例。 我们相信,有关安排不会是永久的。 总有一天,巴勒斯坦国将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将在联合国同其他会员国一样享有充分平等的权利。 主席,巴以问题久托不绝的正解在于两国方案没有得到落实。 多年来,以色列作为占领方不断侵蚀两国方案的基础, 当前已持续七个多月的冲突,更可能彻底丧送两国方案的前景。 中方敦促以色列停止对加沙民众的集体惩罚, 停止推进对拉法的军事进攻, 切实消除对人道物资进入加沙的一切限制。 在约旦河西岸,以色列应该停止一切定居点活动, 切实遏制愈演愈烈的定居者暴力。 中方将继续发挥建设性作用, 为推动立即停火,重振两国方案, 早日实现巴以双方和平共处, 中东长治久安,做出不懈努力。 谢谢主席。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